其實很開心的這個簽帳會跟大家見面 然後之後呢初五到初八還是有全壇的簽名會 然後希望我們所有的歌迷呢 在新的一年裡面都可以開開心心 然後虎年新大運 YA 謝謝 謝謝阿維 哈囉我是奧全 那 YA 那我現在嘴巴很甜 然後講一些甜言蜜語 就是我覺得09年啊 那棒棒糖是過得非常的精彩 那也有很多就是很好的事情 那曾經有一些 因為可能我們有一些挫折啊 然後跌倒的時候 其實我們六個人都就是把你們看在眼裡 就是因為你們都一路陪著我們 不管是留言或是來鼓勵我們 那希望就是2010年你們還是可以跟前三年一樣 然後永遠這麼熱情永遠這麼支持棒棒糖 好不好 好 嘴巴有沒有很甜啊 好甜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子 就是很久沒有在台灣辦前唱會了 其實蠻感動的 因為棒棒糖第一場見面會就在 這個地方 所以回到這邊感觸很多 知道那個小鈴 我小鈴 對 大家好我小鈴 過音了 過音了 然後其實去年棒棒糖的成績也是 就是大家都很開心的過完 也謝謝歌迷就是一路的支持我們 然後2010年王子希望就是 歌迷可以陪王子到凹錢這個年紀 唉唷 唉唷 快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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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這個年還好 沒有還有十年 對謝謝大家 謝謝 那一路來真的是蠻謝謝那麼多粉絲支持我們的 然後給我們很多的力量 所以讓我們造就很多 不錯的成績 那很謝謝你們 那希望今年10年也繼續加油 大家一起努力 那棒棒糖也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給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小鈴 嗨 大家好我是小鈴 好今天就是 大家很開心又聚在 聚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 然後 這三年來 呃 大家也是 大家都變蠻多的 我們也變蠻多的 嗯 那就是大家都成長了嘛 那就希望 不管是今年或去年 所有的 不好的東西 都像剛剛麻糬一樣被我們粉碎 好不好 好 而且我要講一下 是 可能就是前陣子啊 棒棒糖比較多工作呢 是在就是不是在台灣 對 那很多就是 歌迷就會吃醋 好 那就是我要講說 其實我沒有就是不喜歡 台灣的歌迷喔 就是愛吃醋喔 我要抓人 你看 沒有 沒有 沒有這回事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我們是一直很喜歡就是 因為我們的根本就是在台灣 所以我們不會放棄台灣這個市場 好不好 好 在戲目的當中台灣的歌迷是一個最特別的存在 好不好 所以不要再吃醋囉 所以今天台上就有一個很好看的東西 要回饋給大家 我們要請這個 來.. 是